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一樣是一定是加一個DIV 然後這個DIV本身這個DIV本身原來是沒有任何的大小跟它的邊框的顏色 所以我必須要針對這個大小跟邊框去設定什麼它的CSS 那CSSS的話呢就是在這個CSS樣式裡面會有1234 那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它會跳出方框,方框就是它的大小,邊框就是它的顏色 除了這個地方去修改之外,你們可以看到上方這邊也會有一個區段 這個區段最上面的,因為我們是僅此文件 這個區段的CSSS樣式對應的就是這個地方 CSSS樣式底下的這個 有沒有 那兩邊是一樣的東西,所以如果你改了這邊的話,這邊也會跟著修改 改這邊的話這邊也會修改 那一般當然,如果你是比較屬於是工程師的話 通常是會看左邊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不是工程師,你是設計師的話,你會看右邊的 不過最好是兩邊都看得懂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 剛剛有同學會問說怎麼去改 這個其實 看你習慣哪一個啦 不過我當然是比較建議就是慢慢的 你可以進化成看懂右邊的這個 左邊的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104人力銀行 裡面 在找設計師的時候 就會先問說你懂不懂什麼叫CSS CSS 但是你這個CSS樣式 他意思是說你最好可以看得懂 左邊的東西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所謂的樣式表檔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DIV給他一個樣式 那最後的話呢,再貼上什麼 再貼上下方這邊的一個 Google地圖的引用 這個是Google地圖引用 那這一段是Google地圖的這個相關的DIV 然後它的經緯度,還有就是它的縮放 修改之後的話,一個 兩個 三個 特別最後都是一段一段的貼上 四個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練習了 那最後完成之後的話,請你再把它存檔 確定 確定一下就是它的檔名是不是 index.html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我們就完成 這個練習 那記得就是說 你可以再把這個按右鍵 7VIP好了 或者是你用一個 GISO軟體 把它加到 壓縮檔 記得用VIP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怎麼樣 切到那個雲端上面 應該還記得這個東西吧 叫做 build.phonegap.com 這前面我們練習蠻多的 你就到這個網站裡面怎麼樣呢 把它重新傳過 那傳的方式的話 如果你有救的話 記得把它刪掉 刪的方式點它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settings 你可以怎麼樣呢 最下面有個delete 把它刪掉 這個前面有做過啦 那刪掉之後的話呢 現在是空的 把它重新整理 好,重新整理之後的話呢 再 upload一下 upload你剛剛壓縮那個檔 壓縮的檔在這裡 有沒有 不是這個 再往下找 它有一個那個壓縮檔 一定是一個拉鍊的 有沒有一個拉鍊的形狀 按開啟 然後把它怎麼樣 upload 那這個時候的話特別注意 一樣嘛 這個 這邊修改一下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做 跟這個 叫一樣的名稱 叫做 Google map 106 把這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那它會問你說你的敘述啦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許 就一樣的名稱好了 或者你打一下 我印象中這個好像打中文 沒關係 這個地方 最後的話 ready ready to build 就是把它 把它真的建置成一個 APK檔 那特別注意 它的iOS 有沒有 一定都是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說你要在那個 Apple的手機 iPhone iPad上面可以運作的話 你必須要跟 那個Apple公司 申請一個 開發者帳號 那這個帳號的話 一年需要 99塊美金 而且每一年都要99塊美金 那你再把這個你的開發者帳號設置之後的話 它也可以幫你產生 在Apple 就是那個iPhone或iPad上面可以運行的 那個那個App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 所以它就沒 其他兩個OK 哪兩個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Android 就是我們的Google手機 一般大概用這個 然後這個是一個微軟的 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用 這個可以略過不看 OK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QR Code 一樣把它scan一下 那將來 你們腳交的話 就是腳交 應該記得吧 這邊這個 小綠 不是綠的 藍的 小藍人 小藍色的機器人 把它下載 它會下載出一個什麼 APK 有沒有就是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APK 怎麼樣 用Mail的方式寄給自己 也可以安裝 或者是說寄給別人 別人也可以安裝 那這個也是一個APK檔 將來 你們要腳交就腳交這個啦 我想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了 OK 那 剩下的時間 我想各位再把這個部分 先做完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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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